大家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第十章的内容 第十章有三个税种 房产税 汽税和土地增值税 那这三个税种 在考试中呢 这个房产税和汽税部分 主要是选择题 分值不多 一般来说也就一两个选择题 但是土地增值税部分呢 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每年都会考到计算题 那么这块的分值在八分左右 也就是有一个计算 然后再加上几个选择 所以这一块呢 我们要重点的去把握 当然它的学习难度 也是相对比较大的 那没关系 咱们前面已经学了这么多小税种了 再接触一个比较难的大税种 还是应该大家能够承受的 不像咱们一开始学的时候 上来全是大税种 可能压着大家透不过气来 现在稍微放松一下 咱们再紧绷起来 应该状态是可以的 好 那接着咱们先试 看一看房产税的内容 房产税呢 也是比较简单的 那先来看的是纳税义务人 说房产税是以房屋为征税对象 按照房屋的寄税余值 或者租金收入 向产权所有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 那这里头就透露了很多信息 房产税自然是对房屋来征收的一个税 但是呢 它是按照房屋的这个价值 还是说它的租金来计啊 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它有两种寄税模式 一个是按照它的房屋寄税余值来计 咱们叫从价寄征 还有一个呢 出租的你赚租金 那就从租寄征 好了 另外这个税谁来交呢 是产权所有人来交 你的房子你来交好了 因为你赚租金嘛 这房子平时你用嘛 所以你来交税 这是它的基本规则 然后来看具体内容 那在征税范围里的房屋产权 所有人是纳税人 但是具体情况又要具体分析 比如说有的房子 它产权是属于国家的 你像国企的厂房 那就属于国家嘛 它的纳税人 就是经营管理单位 国企这个单位来交税好了 另外产权属于集体和个人所有的 那就集体单位和个人 他们来交税好了 那我这个自己的一个厂房 那我就来交税 另外产权出点的 这个非常独特 说我拿房子交给典当行来典当了 那么这时候咱们就有双方出现 那这个典当行就叫成典人 那我们呢就叫出典人 是吧 那谁来交房产税呢 注意是成典人 也就是那个典当行 他来交房产税 因为在典当的这个期间呢 我们认为典当行 他取得了这个房子的使用权 好 所以他来交这个税 另外产权所有人或者成典人 他不在房屋所在地的 以及咱们产权没有确定 或者是租点有纠纷没解决到 总得找个人来拿税吧 那就房产的代管人 或者使用人来拿税 另外 无租使用房产 来说我不交租金 我白用这个房子 那这时候呢 你扎了这么大便宜了 那你起码得交个税吧 所以就让房产使用人来交了 那个房东 本身就比较惨了 没有收租金 所以这块呢 房东不用交 是房产使用人来交 好 这是白用房子的 另外还有融资租赁房产 说我融资租入了一个房子 咱说融资租赁了 它就相当于分期付款买房子嘛 是吧 这么一个实质啊 那就成租人来交 也就是你把房子租过来 美其付租金 你作为成租人 你来交税 房子就相当于是你的了 这几个标黄的 这个内容 大家需要特别的去看一看啊 这是比较特殊的纳税人情形 然后接着咱们再来看一看房产税的征税范围 首先房产税是以房产为征税对象的 那你要知道什么叫房产 另外房产税的征税的这个地域的范围 它也有限制 是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 但是这些区域以外就不算了 比如说农村是吧 农村的房子就是不交房产税的 那有人说了 说农村如果我是住房 不交房产税 农村如果我是这个商铺呢 农村我开一个饭馆 我开一个小卖店 那这个房子要不要交税啊 不交 因为我们房产税的征税的那个地域范围 它就不包括农村 好吧 只包括这个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 好 这是咱们征税范围的基本规定 那接着有一些细节 咱还得强调一下 首先什么叫房产 你真的明确吗 房产咱们应该是 有这个顶啊 有墙啊 能够遮风避雨啊 你可以在里头生活工作 学习娱乐呀 能做这些事 那它叫房产 那你说那个围墙 它叫不叫房产呀 那个水塔 是吧 那个室外游泳池 它算房产吗 注意这些 达不到我们刚才说的那种 应用的这个效果 所以它不算房产 但是你要注意咯 咱说室外游泳池 这个它没有顶 没有墙 你不能在里头工作生活学习 这个不算房产 我能理解 那室内游泳池呢 说我们这个房子是一个会所 它有一个室内游泳池 那室内游泳池算房产吗 这个要算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室外的那些算 这是房产的定义 然后接着 还有一个特殊情况 就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他们建造的商品房 当然如果它卖出去了 谁买了这个房子 那它属于这个征税范围内的 就要去交房产税 但它没卖的时候怎么办 我一下开发了 一大片的可能写字楼 叫总部基地 那这个房子还没卖出去呢 那现在我持有这些 闲着的这些房子 没卖出去的房子 那它要不要去交房产税呢 注意 通常是不交的 但是如果出售前 你已经使用 或者出租出借的 你是不是已经用它 来赚取了利益啊 那这时候就得交房产税了 但是如果你就这么闲着 空着 也没用 也没出租出借 那它就不用交房产税 等卖了以后 谁买了这房子 那谁去交房产税去 这是关于它 征税范围的一些细节规定 咱们要把握 再来看看题目吧 一个单选题 说夏列列明的房屋 以及建筑物中 属于房产税 征税范围的是什么 加油站的遮阳棚 那遮阳棚里 你能工作生活学习吗 这不行哈 所以这个不算房产 然后室外的露天游泳池 能工作生活学习吗 不行哈 然后农村住房 农村属于我们的 征税的那个区域范围吗 不属于 说市区的经营性房产 诶市区的经营性房产 那它在城里对吧 然后呢 它又是经营性房产 比如说是商铺啊 门脸啊 写字楼啊 好那这些 肯定要交房产税的嘛 那接着大家可能就会多想 说市区的 如果是住房怎么办 我家住城里哈 我有一个这个两层楼 那请问交房产税吗 注意现在咱们的个人住房 如果是自己住 它都是不交房产税的 那如果说我这房子不住 我把它租出去呢 租出去赚租金 我不就算是经营性房产了吗 对吧 我拿它相当于一个生意 我来赚钱了 那就叫经营性房产 好 所以在区域范围里 其实也只有经营性房产 要交税 住房 还是自己住的话 不用交税的 好 再来看一个多选题目 下列各类情形中 应当由房产代管人 或使用人缴纳房产税的 有什么 说房屋租点纠纷未解决的 有争议 房屋产权未确定的 不知道谁是产权所有人 或者成点人不在房屋所在地的 产权所有人不在房屋所在地的 这种情况下 咱都找不着正主 那就干脆有这个代管人 或使用人来交税好了 所以这四个通通的选上 总得有人来交税 好 接着我们再看看房产税的 应纳税额计算 那首先从大方向上 我们之前已经明确了 说它有两套计税方法 从价计征和从租计征 那这个两套方法 分别应用于什么情形啊 咱们可以先简单的想一想 如果我这个房子 有租金性质的收入 那它就应该从租计征 比如说我把商铺门帘 写字楼租出去 赚租金 那我就从租呗 那如果我没有租金 我是自己用的 那自己用作办公啊 还什么仓储啊等等 那它就从价计征好了 那在这儿具体情况 还是要具体分析的 来看一看 比较容易考到选择题的啊 这个应纳税额计算 还是相对比较重要的 先来看第一种模式 说我拿房产去投资连营 这个投资连营是真的投资的 因为我们要供单风险 共享利润的 赔了赚了都不一定 那这时候投资 你看啊 我A的房子投给B 这个房子现在是谁的了 那当然是B的了 因为要过户给他嘛 那是B的房子 B就要交税了 那是从价计征 因为这儿并没有租金形成嘛 所以是从价计征 接着还有一种投资连营 我把房子投给你 但是呢 我只收取固定的收入 不承担任何风险的 那这种情形下 我们认为你所取的那个固定收入啊 就相当于是租金收入 所以你就是房东嘛 是吧 你就从租计征 好了 那接着 融资租赁 融资租赁的话 这个是由成租人来拿税的 之前我们强调了嘛 说A从B这儿融资租入了一个房子 那分其付租金 这个房子就相当于你A买了嘛 所以A你要去纳税的 纳税的时候 融资租赁那租金 可不是真正的租金 那个不算 其实这就是你的房子 相当于你买的房子 那当然得从价计征了 再有就是居民住宅区内 业主共有的经营性房产 说咱们是这个小区的业主 那咱们有一个可能这个两层楼 这是咱们共有的这个房产 会咱们全体业主所有 那这个房子呢 它是个商铺 那这商铺咱们可以自己干 也可以给他出租出去让别人干 那如果咱们自己干的 那就从价计征 因为没有租金收入嘛 如果我们出租了 赚租金了 别人租了这个地方 可能开超市了什么的 他给咱们付租金 那咱就是房东的性质嘛 那就从租来计征 好了 另外这注意一下 谁来纳税 谁是纳税人呀 那就是债管人或使用人来纳税咯 因为共有的 大家一群业主呢 你不能每一个人都来拿税吧 那就代管人或使用人 接着 说房产如果在免租期内呢 比如说 这个A从B这儿租了一个房子 由于他签合同 签的这个期间比较长 他签了三年 于是房东跟他说了 我给你三个月的免租期 那在免租期里 谁来交税呀 当然是房东了 也就是产权所有人来交税 房东来交税 那这个三个月是免租期 没收租金呀 我按什么来交呀 那没租金就按 价来交呗 所以是从价即正 好 那这个点呢 大家一定要跟之前说的 无租使用去分开 那个所谓的无租使用是什么呀 是说我一点租金都不会给的 我完全都不会给租金的 好吧 没有任何的租金 那这时候谁是纳税人呀 无租使用 那就使用人呗 你白用房子 你还不交点房产税去 那么没有租金呢 当然也只能是从价即正楼 但是我们这儿这个 房产有免租期的 是产权所有人拿税 房东嘛 你这段时期没有去收租金 那就你从价即正好了 在收租金的那个期间呢 你在正常的从价即正就行了 好 这是关于怎么样征税的问题 然后接着再来看一看税率 在这儿房产税呢 从价即正和从租即正用的税率不一样 正好是十倍的关系 如果它从价即正 这个税率是1.2% 而从租即正的话 税率是12% 大家先把这个标准记住了 然后你再想 是这个标准算出来的 不是年税额吗 是这样的啊 你比如说你拿这个 从价即正的计税依据过来 你乘上这个1.2% 它算出来的就是一年的税 这一年你要交多少房产税 你这个房子 只要你有的话 它是经营性房产 那你每年都要交这个税的 所以这个房产税 它是每年都会有的啊 好 那接着这里头还有优惠政策 优惠政策也是非常重要的点 也特别关注一下 说个人出租住房 不区分用途 按4%的税率来征收房产税 个人出租住房 注意这个限定 然后接着 对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以及其他组织 按市场价格 向个人出租住房 它也是 建案4%来继税等 注意这说的是 这些单位 向个人出租住房 并且咱们今年 新增了这么一条 就是这些个 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以及其他组织 他们向专业化 规模化的住房 租赁企业来出租住房 那么它也是 按4%来征房产税的 多了这么一条 在选择题里 你就要特别的关注一下 那什么叫专业化 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 你比如 大家经常听说的什么 自如是吧 这些都属于这样的企业 那接着 知道了税率 咱们再来看一看 最核心的计税依据吧 这个计税依据 咱们说了 从价计征 要找价 从租计征 要找租嘛 是吧 这从租计征 就是你房产的 租金收入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有的时候 我们收租金呢 会收跨年的租金 那房产税怎么交呀 至于房产税 它是只要当年的租金的 比如说 我从19年8月 收租金收到了 这个20年7月 我一共收了 假设24万 那请问我19年计税的时候 这个租金是多少呀 那19年就是 8 9 10 11 12 这5个月的租金 那1月租金2万 那19年计税的 就是10万块的租金 好 那剩下的呢 那个14万 是20年在计税 所以说 从租计征 咱们的房产租金 是要当年的租金 来当年计税的 好 接着 从价计征 那个价 这个价很重要啊 它是房产的计税价值 严格的说叫房产余值 什么叫房产余值啊 这儿我们就要解释一下了啊 这个价还是挺关键的 说这个余值呢 就是房产原值 一次减除10%到30%的损耗价值 后的这个进入 所以房产原值 房产余值 这些概念 咱要搞清 原值 比如说你的账上固定资产啊 这个房产 它是1000万 这1000万呢 咱们拿过来 要给你减掉一部分 那具体减多少呢 考试会直接给你啊 比如说我们当地 就减30% 那我就1000 乘上一减30% 这样算出来 我的房产余值 就是这个700万 我拿700万 再去乘上1.2% 这样算出来的 就是我一年应该 从价计征的房产税 所以房产税 从价计征的依据 是房产余值 而不是房产原值 好 细节要搞清 那接着 算余值的 级数是原值 咱得先把原值给明确了 把它找准了才行 好 那我们来 一个个分析啊 关于原值确定的规则 这儿说了很多 首先 会计核算账簿 固定资产科目中 记载的房屋原价 就是我们的房产原值 我的账上固定资产里 就写了这个房子 这个原价是1000万 注意不是它的净值啊 不扣折旧什么的 咱就要它的原价 因为我们计税的时候 本身就让你扣了一些 这个损靠的嘛 好 接着 对依照房产原值 计税的房产 不论是否记载在 会计账簿固定资产科目中 均应该按照房产的这个原价 来计算缴纳房产税 注意它说的是房产原价 其实还是以原价为基数 最后要算出来余值 余值去真正的算税额 这个道理大家要清楚 也就是说 这个房产呀 可能并不在你的账簿固定资产科目里 比如它在投资性房地产里边 那你说它要不要计税啊 照样该计税还得计税啊 是不是 你还得找到它的这个原值出来 好 再有就是 如果我这个房子啊 是从外边买的 说我花了一千万买的 那这个原价就是一千万 那如果是我自己盖的呢 我自己盖的 我得先买地再盖房哈 那么这个地价 要不要算到房子的原值里啊 这事很关键 直接影响了你 房产税的计税依据 好 这个地方明确 房产的原值 均应该包含地价 并且不仅仅是地价 还包括啊 为了取得土地使用权 支付的价款以外的那些成本费用 比如说 气税 我买房买地总得交气税吧 好 交的那个气税 也要放到房产的这个原值里去 好 比如说 我买了块地 花了一百万 有三万的气税 我盖房子又花了三百万 那最后我的房产原值是多少 那就是一百加三加少三百 应该是这么多 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算法 实际上呢 还有更加多的考量 一会儿我们会展开来说啊 现在你先记住 地价 包括气税那些水费 都要放到房产原值里 好了 然后接着 说房产原值 它还应该包括 与房屋不可分割的各种附属设备 或一般不单独计算价值的配套设施 你说我这个房子 它不能是光秃秃的一个房子寄进来 它还包括什么通风啊 照明啊 什么这个空调啊等等 这些个设施也一定要算进来 电梯之类的啊 这些通通要算进来 好吧 那些附属设备 配套设施 都是属于我们房产价值的一部分 另外就是 反以房屋为载体 不可随意移动的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 比如排水消防 装空调这些 也不管你在会计核算里怎么算的 不管你是单独计账 还是放到房产里 我们通通的在算房产税的时候 都要给它寄到房产原值里来 也就是说 税块有差异嘛 是不是 咱们这儿的房产原值 主要是基于你会计账簿里的固定资产 科目来找的这个数据 但是有时候可能你账上没有 我也要给它寄进来 好 接着 就是原值 它可能会有些调整 不是一成不变的 你比如说 我会对房屋里边的一些附属设备 配套设施 做一些更换 比如它原来的那个电梯 已经很老了 现在我要给换新电梯了 那这个电梯怎么办 是不是要调整这个原值啊 说原来这个房子的原值 它是1000万 然后那个旧电梯的 那个原值是50万 那我现在把它给拆了 要减掉50万 那我换了一个新的电梯 是80万 那我就加上这个新电梯的价值 也就是替旧 换新 是吧 好 这是这个情形 但是是不是换所有的东西 我都要这么去做呀 也不是 对于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中 意义损坏 需要经常更换的这些零配件 那么更新后 就不再进入房产原值了 也就是这个很小的东西 那你换了就算了嘛 是吧 就不要再去计较它了 要不然就算不明白了 就太累了 比如有些小的配件之类的 就算了 这是更换的问题 然后还有改扩建 说对原有的房屋进行改扩建的 要相应的增加房屋的原值 比如说 我原来这个房子啊 是两层楼 它的原值是1000万 现在 我又花了200万 给它加盖了一层 变成三层楼了 那么新花的这个200万 也要寄到它的原值里 原值就变了嘛 接着我们再来单独的看一看 地下建筑的事 首先 一说到地下建筑 它其实有不同的形式 有一种是与地上房屋相连的地下建筑 说这个商场楼上三层 楼下两层 这是 叫它这个地下那部分 叫地下建筑 还有一种是 完全建在地面以下的建筑 什么地下人房设施 什么地下超市 地下的这个什么仓库等等 那这些纯地下的东西呢 它属于房产 也应该交这个房产税 所以地下建筑也要交房产税 这个你要搞清 那接着怎么交呢 有没有优惠照顾啊 要看情况 如果你这个地下建筑 是跟地上房屋相连的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楼上三层是商场 楼下呢 可能扶一层是这个超市 然后扶二层 扶三层是这个地下停车厂等等 那这样的情形 它没有任何优惠 通通的都按照地上建筑的规定 来征房产税 所以地上地下相连 就按地上的来算 没优惠 但是纯地下的 咱们实际上是有一些照顾的 那它这个照顾是怎么操作实现的呢 是这样 它说纯地下建筑 以房屋原价的一定比例 作为房产原值 你看它又给咱们甩了一个新名词 叫房屋原价的一定比例 作房产原值 那是不是找着这个原值以后 我又要扣减一定的比例 去算房产余值啊 相当于多重扣减 这么一个意思 好来看具体内容 说工业用途的这个纯地下房产 它以房屋原价的50%到60% 来作为应税房产的原值 而商业和其他用途的房产 是以房屋原价的70%到80% 来作为应税房产的原值 好那咱们举个例子吧 假设我们有一个纯地下的仓库 工业用途的 那这个仓库它的原价 主以纯地下的啊 它的原价是 1000万 好那现在我们当地说了啊 说这个工业用途的纯地下房产呢 我们以房屋原价的60% 作为原值 好那它的原值是多少呀 原值就是1000乘上60%吗 是吧 就是600万 然后接着呢 我们要从价计征房产税了 又要找一个房产的余值是吧 当地又说了 说我们的这个房产余值的减出比例 是30% 那我就再乘上第一减30% 是不是这样房产余值就算出来了 你看这一波一波的是怎么操作的呀 我们先要知道它的纯地下房产的原价 然后打个折算出来 原值 然后呢 再扣掉一定的比例 算出来余值 是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呢 再去乘上1.2% 算出来我一年要交多少税 这是地下建筑 然后接着 说完了这个关于房产 原值的 这个规则 我们再拓展一点点 稍微的看一点复杂的 就是如果我们买地又盖房 那么这个地价款是要放到我们的房产原值里的 那么计入房产原值的土地价款到底是多少呢 在这儿其实还有两种规则 这个要看一看我们宗地的容积率 什么叫容积率呀 简单的说 平时我们可能经常接触 咱们叫它密度 对吧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块很小的地 你盖一个很高的建筑 多层建筑 那你居住密度特别大 就叫容积率高 那如果是很大的一块地 咱盖一平方 是吧 只占一小块地 那你就要容积率低吗 密度很小 就这么个意思 好 那这个宗地的容积率 它的计算就是拿 总建筑物的面积 除上总的地面面积 比如说我们买了一块地 这个地呢 有1000平米 然后我们在上边 盖了一个多层建筑 这个多层建筑盖出来呢 它有3000平米 那现在我们的容积率是多少呀 那就是3 3000除上1000就是3 好 那如果我们是300平米呢 那就300除上1000 它变成了这个0.3是吧 所以宗地容积率 指的就是密度的问题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看结论啊 说这个宗地容积率 如果低于0.5的 也就是密度很小 咱们是很大的一块地 盖了很小的一个房 那这时候 我们到底 把多少的土地价款 寄到这房子里呀 那有同学说了 我买了这么大块地 我盖了这么小个房 那应该把这一大块地的 这个金额 全都寄到这小房里 那这样合适吗 而且你想想 你闲着这么多地呢 没准哪天你一高兴 你又在旁边又盖了一栋 对吧 所以这时候 咱不能把所有的这么大的一个地块 这个价值都寄到这个小房子上 好 咱们这儿呢 给了你一个算法 它是按照房产建筑面积的两倍 来计算土地面积 好 把这些土地 它的价值寄到房产原址里去 好 举个例子吧 说我们的这个地块呢 一共有1000平米 我们盖出来的房子呢 300平米 假设我们这个买地的时候 一平米一万块 一共花了1000万 一平米一万块 好 那么请问你这300平米的小房里头 要寄入多少的这个地价款呀 那首先我们算容积率哈 容积率就是你的建筑面积除上地面面积嘛 那就是300除上1000 你是0.3哈 0.3 确实是低于0.5了 那这时候我不能把整块地 这个价值都寄进来 我只寄一部分 建筑面积是多少 房产的建筑面积是300平米呀 那我按它的两倍来算地面面积 也就是我把600平米的地价款 寄到它这里头就行了 好 那600平米的地价款 多少钱呀 一平米一万块吗 你就是600万 好 所以说600万的地价款 咱寄到房子的价值里 好 那假设我盖房子 又花了400万 那我房子的原值是多少 那就是1000万咯 既有盖房子钱 又有那个地价款的那一部分 好 这就是第一种情况 松地容积率低于0.5的 我们不是把整块地的面积 都算进来 而是按房产建筑面积两倍来确认 土地面积 把这些土地的价值寄到房产原值里 那如果说中地容积率不低于0.5的呢 也就是大于等于0.5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全部的这个地价款机费用 都寄到它的这个房产的原值里就好了 比如说 我这1000平米的地 我可能盖了一个800平米的房子 或者盖了一个3000平米的房子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全部的地价都寄到房产原值里去 好了 这是关于土地的问题 我们这儿呢 又举了一个例子 来看一看 说某企业购买一宗40万平米的土地使用权 用于建造仓库 支付了土地价款5000万 新建仓库总建筑面积为10万平米 好 先算容积率 那容积率就是10万除上40万 好 也就是你的总建筑面积除上这个地面面积 算出来是0.25 那显然是低于0.5的 那这时候我们要按照建筑面积的两倍来确认土地面积 也就是建筑面积10万 那咱们按它的两倍 也就是 咱们只要把20万平米的土地价款寄进来就好了 好 那土地一平米多少钱呀 买这块地一共花了5000万 一共是40万平米 这单价有了 那它跟前面一成 结果就是我们需要寄到这个房产原址里的地价 好 接着 换一下 还是买了一宗40万平米的土地使用权 用于建筑仓库 土地价款5000万 那新建的仓库建筑面积是80万平米 这时候 还是先算容积率 那容积率是2 是不低于0.5的 大于等于0.5 那这时候我们就直接把全部的 这个土地价款寄到房产原址里好了 也就是5000万都寄进去 好 另外如果我们题目里还出现了这个 买地的时候付的一些其他的税费 好 那这些通通的都要算到这个 原址里去都要算到土地价款里去 好吧 一块去处理好了 好 这是关于从价计征的这个价的问题 咱们说了比较多的内容 有原址 然后还有余值 是吧 以及咱们自己盖房子那个土地的问题 好 接着 再强调一下从租计征 那个计税依据就是咱们房产的租金收入 这是不含增值税的 注意增值税被所有税种嫌弃 永远都要不含增值税的 好 那接着 就是咱们要当年的租金 对吧 跨年的收取的那个第二年的租金 暂现今年不算 只要当年的租金在当年交房产税就行了 这里头 从租这儿也有几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三位来分析一下 说如果是以这个劳务或者是其他形式 为报酬抵付房租收入的 那这时候应当根据同类房产的租金水平 确定一个标准租金额来从租计征 比如我把房子这个给你用 你帮我照顾小孩 那你说这个怎么算租金 那就是按照同类的房租水平来确认租金 好了 并不是说按你照顾小孩 这个你的这个收入 按这个来确认 不是的 是按标准租金来确认租金 好 接着 再看 说对出租房产 然后他租赁双方签订合同 有这个免租期的 也就是免收租金期限 那这个免租期里 要不要适同销售去交增值税 注意 这个免租期在增值税里 是不需要适同销售的 这点要注意 但是在房产税里呢 需要交的 由谁来交呀 免租期 那就是产权所有人来交嘛 是吧 你是房东 你这段期间呢 没有收租金 那你就从价计证好了 也就是按照房产余值 来计算房产税好了 那等有租金的时候 收租金的那个期间 再从租计证好了 接着就是出租地下建筑 这个跟出租地上建筑 那个积税是一模一样的 它这就不区分了 但是在从价计证里头 如果你是从价计证的 纯地下的建筑 它其实是 那个原价变成原值 那个地方 是有一定的折扣的 好 那我们介绍完了 前面的这个 从价计证和从租计证的 计税依据 那个价和租以后 接下来就进入到了 应纳税额的计算这一块 其实核心的计税依据都有了 那计算就很简单了 比如从价计证 我们是拿房产原值做基础 乘上一减扣除比例 然后再去乘上 1.2%的税率来计算的 注意这时候算出来的 是全年的税额 全年的税额 然后接着就是从租计证 那就是拿我们当年的租金收入 不含增值税的这个金额 去乘上12%的税率 当然特定情形下 咱们是用4%的 个人出租住房 向个人出租住房 还有向那些什么专业的 什么租赁机构 他们来出租 这是有特别照顾的 要知道 优惠税率什么时候用 好 那这样算出来的就是 咱们当年的 应纳税额了 从租计证 从价计证 分别来看咱都是清楚的 但是有的时候 它还会有一些 更加复杂的情形出现 你比如说 我这个房子 如果以前就有 那今年一整年 我都从价计证 那好说 我要交一年的税 就这么算好了 但如果说 我这房子是新买的呢 刚刚得到的 我今年 并不是一整年 都有纳税义务 所以这个年税额 就有可能 再乘上一个 十二分之N 把我今年 有纳税义务的 那几个月的税 给算出来 那什么时候 产生纳税义务 这个纳税义务 发生时间的事 就是一个关键 一会咱们会强调 但是从租计证 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因为从租计证 咱们要的租金收入 就是当年 那几个月的 如果当年 你是年度中间 去出租的 那咱们也没关系 是吧 只要当年的租金 跨年的那部分不要 好吧 明年的明年再说 好 接着来看一看题目吧 一个单选题 假公司以房产投资联营 参与投资利润分红 共担风险 得其房产税的 寄税依据 为什么 注意啊 咱们拿房子 去投资联营 这是一个真正的 投资联营 那它应该是 从价寄征 也就是按照 房产余值来寄税 注意啊 从价寄征 它的寄税依据 是房产的余值 不是原值 不是限值 不是残值 好 接着 再来看一个单选题 下列各类经营性房产中 应该从租计征 房产税的是哪些 当然从租计征 前提你得有 租金性质的收入 才能这么征 如果没有这类收入 那就从价计征了 A说 以融资租赁方式 出租的房产 注意融资租赁那块 它这个租金呢 不是正常租金 它相当于 分期付款买房子 所以这样的房子啊 它是由 承租人 从价寄征的 不是从租 另外 处于免收租金 期间内的出租房产 我把房子出租出去了 但是给了对方 可能几个月的免租期 那这个期间里 我就没有租金收入 所以是由房东 来从价计征的 等开始收租子了 再从租计征 C说 只收取固定收入 但不承担经营风险的 对外投资联营房产 那这块 叫真正的投资联营吗 不叫 其实你本质就是 出租它 赚租金 所以这个是租金性质 要从租计征 例说 居民住宅区内 业主共有的 正从事自营业务的 经营性房产 注意咱是自营 自己干 那当然没租金了 就从价计征 好了 随时代管人 使用人 从价计征 所以从租计征的 是由C 再看一个多选题 说关于房产税 计税依据表述中 符合规定的 有谁 说融资租赁房屋 以房产余值 计算 缴纳房产税 没错呀 就是成租人 从价即征 然后对原有房屋 进行改扩建的 要相应的 增加房屋的原值 没错 你改扩建又花钱了 那就增加价值好了 房屋出点的 由成点人 按重置成本价格 计算缴纳房产税 那首先 咱对重置成本价格 这就不敏感 没见过这个 那就根本不对嘛 然后接着你去想想 房屋出点的 应该是谁来做 纳税人呀 是成点人 也就是点当行 没错 但它是从价即征 那应该是房产余值 来作为计税依据的 另外 经营租赁房屋 以评估价格 计算缴纳房产税 错了 经营租赁 咱是赚租金的 当然是从租即征的 所以符合规定的 就是前两个 再来看一个单选题目 说某上市公司 20年10月 以5000元 购得一处高档会所 并且于当月开始 改建工程 说支出了500万 在市内新建了一个 露天泳池 然后支出了500万 新增了全楼的 中央空调系统 又支付了500万 安装了这个智能照明 和楼宇声控系统 并且把原来旧的 照明设施给拆了 原来的设施呢 是200万 会所于20年12月 改建完毕 并且对外营业 那又告诉我们 当地这个房产余值 扣除比例30% 稳21年 他房产应该拿多少房产税 注意我们改造的这个事 是20年做的 21年就已经改造完了 是吧 所以21年算一整年的税 那这时候最关键的就是 找准咱们的原值 好 那房产原值是多少呀 咱们加加减减算一算吧 首先你是5000万买的 好 然后支出500万 在院内新建了一个露天泳池 那这个要算到房产里吗 不需要 因为室外泳池 这个不属于咱们房产 那他不用 加进来 然后这500万又新增了 全楼的中央空调系统呢 这个要加上的 另外500万的智能照明楼宇声控 这都是配套设施 附属设施 要加上 然后旧的照明设施拆了 那把这200万给他减了 好 那这样咱们的房产原值就有了 在原值的基础上 乘上1.30% 算出来的就是房产余值 好 有了余值 再乘上1.2% 就是咱们的年税额 所以21年 我们要交一整年的房产税 就是这么来计算的 好 那有同学会想 说这个减这个照明设施的时候 我是把照明设施 原来它的价值200去减了 还是减它现在的这个 什么净值啊 是吧 扣掉折旧之后的什么价值啊 注意啊 咱们这儿要的都是原值嘛 是不是 房子咱们要的是原值 那你减的时候 这些旧的设施 要的也是原值 比如你换了电梯 是吧 把旧电梯 那个价值给减了 那旧电梯原来它是多少钱 你就减多少钱 在这儿呢 大家千万不要去多想 去想你会计上的一些事 不一样的 在这儿咱们只吃着原值 好 再来看一个单选题 某企业21年3月 投资1500万 取得了5万平米的土地使用权 缴纳了七税 60万 注意 这事儿买了一块地 还交了七税 然后用于建造厂房 以至厂房的面积 是4万平方米 然后建造成本呢 是2000万 年底竣工验收 并且投入使用 问22年起 对该厂房征收房产税 那个房产原值是多少 注意自己盖的房子 那个房产原值里 是不是必然包括土地价款呀 而且跟他相关联的 取得土地使用权 花的那些税费之类的 也要算上 所以同学们啊 很快就会算出结果来 建造成本 盖房子这么多钱 然后买地呢 1500万加上60 哈 就算完了 对吗 请问这样 对吗 你对答案 发现对 啊 对 但是 我建议同学们 不要这么草率 在这呢 你还要看一看 容积率的事儿 是吧 看看容积率 因为容积率不一样 它的 寄入这个房产原值里的 土地的部分 它是不同的 好 容积率怎么算 建筑面积 4万平米 除上地面的面积 5万平米 好 那算出来容积率是 大于等于 0.5的 那这时候确实是 应该把全部的 这个土地的这个 价款啊 都给它寄进来 但如果说 咱们是 大地盖小房呢 那容积率是低于 0.5的 这时候 我们只能按照 建筑面积的两倍 来确认土地面积 把这些个土地面积 它的价值啊 给它寄到 房产原值里去 所以这儿 你就不能太草率 上来就自然 把这几块都加上了 这个就有可能出错 好吧 所以稍微谨慎一些 验证一下 容积率 是不是在 这个大于等于 0.5的这个水平上 接着我们再来看 一个单选题目 说 甲公司 21年年初 房产原值为8000万 3月与 乙公司 签订了租赁合同 约定至21年的4月起 将原值500万的房产 租赁给乙公司 那租期为3年 月租2万 好 注意什么时候出租的呀 是21年的4月啊 然后不是把所有的房子 都出租了 而是把其中一部分 这个房产出租 然后21年4到6月呢 为免租使用期间 好 注意4到6月是免租期 那这个期间里 应该怎么纳税呢 那就是由房东啊 也就是产权所有人 你从价即征好了 也就是从7月份开始 才算是正式收租金 才从租即征 又告诉我们 当地的房产余值减出比例 为30% 问他21年应该交多少房产税 好 这个题目相对来说会难一些 他把从价即征 和从租即征房产税的事呢 他结合到一个题目里来 我们要分阶段的来考虑 而且你要把这个房产 也分成不同的这个部分 来考虑 500万的那部分怎么办 然后剩下的7500万那部分怎么办 好 那在这我们要梳理出一个思路来 咱们先来看第一种这个解答的方式 我们可以这样想 你看我们一共有8000万的这样的房产 那这8000万的房产呢 其中其实有7500万的房产 这7500万的房产呢 它自始至终全年都应该是从价即征 所以说它是全年从价 而那个价值500万的那个房产呢 那个500万的房产 注意啊 它是前面几个月都相当于是自己用 然后有一段时期呢是免租期 免租期呢也是要从价即征 所以相当于自己用了 那后一段时间是出租了 所以它应该有半年是从价即征 然后半年是从租即征 所以我们要分成这么几个部分来处理它才行 好那来做一做吧 首先那个7500万的房产 我们整年都是要从价即征的 那就拿过来房产的原值7500 然后去乘上1减30% 算出来房产余值 再去乘1.2% 这样就是7500万的这一部分房产 它全年从价来计算的这个税额 然后呢我们再考虑500万那部分 500万那部分有半年是要从价的 所以500乘上1减30% 好算出来房产余值 再去乘上1.2% 这算出来是整年的从价的税 然后再去乘上十二分之六 是吧 这个就是我们半年从价即征的这个金额 然后呢还有从租即征 那从租即征注意7月份才开始有租金的 所以7到12月那一共有6个月 每月租金呢是2万块 那就2乘上6然后再去乘上12% 这是从租即征的部分 这是我们的第一种算法 那有同学可能说了 哎我不想这么算哈 我还有另外的一个思路行不行 那也行 咱们可以这样来分一分 你比如说我们前半年这个状况 咱们就单纯的看前半年 前半年是不是应该我这个8000万的房子啊 这8000万的房子 它是不是应该都是从价即征的呀 然后相当于后半年 哎我那个价值500万的部分 才给它分出去 好所以咱们可以这样来理解 就是有8000万的房子 它有半年 是从价即征的 然后呢 哎有这个 7500万的房子 也就是后半年啊 它有半年 后半年它是从价即征的 然后有500万的房子 它是 从租 当然这从租的也是半年 按钮 那通过这个方式 咱们也能把这个答案做出来啊 看看怎么做 有些呢 我用8000 去乘上一减30% 算出来 8000万的房子 它的房产余值 然后乘上1.2% 算出来是全年 它应该从价即征的税 但是我只有半年是从价呀 所以再乘上十二分之六 而另外的那个半年呢 只有7500万的房子 要从价了 那就7500 乘上一减30% 这样算出来余值以后 再乘上1.2% 算出是全年的 应该从价的这个税 那我们只有半年 这样来记 而另外的500万 咱们要从租 那这半年的从租 那半年租金是多少呀 12乘12 那就乘上12% 好 这两种算法 算出来结果是完全一样的 咱们怎么算都行 好吧 看你怎么想的方便 这是一个比较难一点的题目 它里边呢 涉及到了两种计税方式的结合 同时呢 还有这个免租期 谁来纳税 怎么纳税的 这样的一个知识点的考量 这个我们要特别的关注一下 感谢观看